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蛋蛋,歡迎收看今天的Shadowverse牌組介紹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實體鎧牌Shadowverse Ablo的牌組介紹 這次會拍這個牌組介紹,最主要是因為在最近桃園貓腳印辦了一個活動 有這個鬥哥的新手教學會,有蠻多新人加入的 然後最近我也用這套串頭,我還拿下一個不錯的成績 所以其實有蠻多人在敲碗問我的構築以及我怎樣的流牌思路跟打牌思路等等的 所以想說就乾脆直接拍一支影片來做稍微的講解 但因為之前沒有拍過Ablo這種實卡的卡牌講解啦 不確定這樣子呈現的感覺好不好 大家如果看完這支影片有什麼意見的話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或許未來之後如果大家覺得還不錯可以繼續推出其他的牌組教學喔 好的那麼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我自己在使用的這套串奪皇家啦 那這套串奪皇家呢目前的使用戰績是上週在桃園貓腳印的PR賽拿到一個4-0冠軍 然後前幾天的這個武士到eSport的比賽呢 總共是58人商量賽然後也拿下了一個5-1亞軍 只輸了冠軍傻傻木姆的一個成績啦 是非常非常不錯的一套牌 然後在今天拍影片的時候又去桃園貓腳印打了一場PR賽是3-0 然後也是拿到了一個冠軍 所以目前這套牌已經幫我拿下2冠1亞啦 在這個環境來說真的是T1裡面非常非常頂尖的一套套牌 而且在我自己去搭了一些牌之後 其實整體穩定性非常非常高 如果你是一個新玩家最近入坑的 或是你是一個皇家玩家想要嘗試看看串頭皇構築的都可以參考這支影片喔 好的那我們就直接講一下我們的構築的內容好了 首先我們在1費的部分放上三張的這個 串奪的使者 基本上因為我們是一個串奪皇嘛 那這牆牌 1費的牆牌肯定是要留的 他會噴對手一張 然後還會加攻 那我們有很多的噴牌 噴完牌他會一直加攻 那接著呢帶上兩張的女僕 那女僕的最重要點是他可以去做這個檢索 他可以幫我們檢索進化從者 那這套牌的話 最多時候是去找這個花劍 因為基本上皇家 從第一個版本到現在就是花劍的狗 你三費一定要有花劍 你才會贏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女僕非常重要 所以我這邊帶兩張 那接著呢還有帶上兩張的叮噹天使 那這版本因為大家都會打頭 所以叮噹天使在後手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們去有效的解掉對手的22生物 然後也可以當這個戶頭 然後在打內戰的時候 因為現在內戰可能會是兩個這個 三費的吉時打16點的爆發 所以呢我們需要利用這個叮噹去擋一層 所以我們這邊帶兩張 然後還有兩張的劍豪 劍豪的話就是皇家的一費強牌 可以倒對手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帶兩張 然後兩張的這個 串奪的專武 他可以幫助我們去檢索這個串奪的牌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不是非常重要 可是蠻多時候會有一費的控檔 可以去做使用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帶個兩張 然後去補足我們的節奏 幫助我們找到我們的斬殺 或者是去找到這個串奪本人喔 那除此之外呢還有帶上三張的這個天使劍擊 那天使劍擊的話在這個版本太重要了 因為這版本幾乎所有職業在一費都會有二二的生物 所以呢你只要拿到後手的情況下 很多時候是需要這天使劍擊去對掉的 有的人會說我乾脆直接對拍一個二二不就好了嗎 可是這版本因為有菲娜的關係 在二費菲娜下來之後 如果你是對拍一張一費的話 你會直接被他二費的菲娜給吃掉 那這樣子你會虧到爆炸 所以我們這版本投入了三張天使劍擊 那天使劍擊的話就可以一費去對掉他的二二 那對手如果是拍菲娜的話 那菲娜就只能發動這個減排效果 那你的場就比較不會崩喔 因為如果你是對拍一費的生物 然後對手二費拍菲娜 基本上這把已經結束了 所以這版本投入三張天使劍是非常重要的 介紹完一費之後我們來看到我們的二費 二費的部分我們帶上兩張的菲娜 那這菲娜的話就是 牆牌嘛 剛剛提過的就是 他可以幫助我們去檢索一費 那如果我們是後手的話 那一費我們扣天使劍嘛 然後對手二費假設下菲娜 然後我們用天使劍 去點掉他的菲娜 那他的一費還在 那換到我們 雖然會被一費敲到頭 可是我們二費後手 就可以下菲娜 然後去把對手的一費點掉 所以呢 這個是一些細節啦 你在先手的時候你要先推 然後再下菲娜 然後去賭對手的天使劍會不會交 等等之類的 這是一個攻防戰的細節 打久的就是自己去防喔 那這邊帶兩張 那接著呢是三張的這個 串奪絕節本人 這無敵強牌肯定是帶滿的 然後三張的蛇劍 也是強牌帶滿 然後這邊比較特別還有帶上一張的這個 這個煉火魔彈 最主要的話是打內戰跟打這個 彈叫的時候可以 去有效去利用 那打內戰的話就去點花劍 打彈叫的話就二費準時去對掉吐司 那因為我的 平常打的店家是桃園貓叫的印 那邊的彈叫比較少 所以我的魔彈的比例是 一張 但如果你的店家是彈叫很多的話 我會建議把 一張的蛇劍換成這個魔彈 變成二二的配置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打法喔 看完二費之後我們來看到三費 三費的部分首先是三張的花劍 花劍就是皇家從第一彈到現在賴以為生的前期鋪場啦 基本上 所有的皇家都會希望你在三倍的時候能夠準時花劍 所以我們這邊帶滿 然後還有三張的串奪的吉池 那這個吉池呢 因為對手只要目的有十張 他就變成五攻的吉池 所以是一個三倍打五的傷害 那搭配這個利奧尼打的意志的話 就會變成三倍打八 所以很多時候手上會扣兩張 然後利奧尼打送完之後 下一特地去做一個 8加816點的爆發斬殺喔 所以這邊我們帶滿 那接著還有三張的這個寶藏司令官 可以幫助我們去檢索關鍵的Key卡牆 好的那三費介紹完之後我們來到四費的生物 首先四費呢帶上三張這個串奪的使徒 也是一個強力的噴牌 然後也是一個皇家目前非常賴以為生的解償手段 他進化可以打四 打四的話是真的可以幫助你 去解掉很多原本前幾但皇家解不掉的東西喔 所以我們這邊帶滿 然後接著呢我自己帶上了一張這個 艾蜜莉亞 絕對不是因為他是UR的我才帶喔 是因為 你可以去搭這個花劍 帶花劍下來 或者是他直接入場去打一個四 都是一個不錯的節奏 所以我們這邊帶一張 那這一張的卡位也是可以自己去做調換的 並不是一定得帶 然後因為現在這版本內戰很多 所以我們也帶一張的白劍 去防止 對手的鋪場然後我們可以去做一個鋪場審拔 所以帶一張白劍 然後我們還帶上了一張這個 奧利維第一天 最主要是打內戰 因為內戰的話 對手如果搶後手 後手然後 準時裂奧的話 我們會很不舒服 所以這個第一天可以在先手去幫助我們拿一顆進化點 那拿完一顆進化點之後 我們有機會提早對手先做裂奧 那我們就有 優勢存在喔 但是這個東西去打到其他對局的話 又不是這麼重要 所以帶太多會有點卡 所以我們帶一張有機會去使用到就好了 那接著是最後的兩張 利奧尼打 形成了這個40張的構築 那以上這40張的是我自己在使用的一個 套牌構築 我自己覺得沒什麼可以動的 那能動的就是我剛有提到的那幾張喔 那看完我們主要deck之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進化的deck 那進化格的部分呢 我們帶滿了三張的這個串奪 然後我們的女徒帶一張 然後兩張的串奪使徒 一張的叮噹天使 然後一張的利奧尼打 以及兩張的花劍 基本上就是一個蠻標準的配置啦 就是一個 大家會去常規攜帶的一個配置 那蠻多人在討論這個串奪到底要不要帶滿的啦 雖然蠻多時候進化不到三次 可是這東西帶滿 你真的被拖到後期進化到三次 還是蠻厲害的 所以我自己還是習慣帶三張的一個構築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看看喔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騎手流汗的部分 基本上這一套牌組我目前所有對局一律搶後手 因為我們剛才有提到花劍太重要了 我真的是需要後手三費花劍直接吃進化點鋪場 我才有機會贏很多很多的對局 然後我六費可以準時裂奧等等的 所以這套牌在所有對局我一律搶後手 那前幾天我有跟小蘭討論過 他從彈教的視角來看 他覺得皇家應該要搶他先手 但我的視角是我覺得我要搶後手 而且我的配置是有帶魔彈的 所以我自己是習慣去搶後手啦 那這個對局的先後手你們可以自己去測看看 但基本上其他對局是一律搶後手 然後全換找花劍跟女僕的 那為什麼全換找花劍女僕呢 因為女僕可以進化去找到花劍 那花劍的話給大家提過 我們希望我們是準時三倍去做花劍的 所以基本上是全換去找花劍的 好那我們就稍微的牌洗一洗然後稍微的翻一下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這邊先示範一下 先手的起手流換 那我們直接抽四張 好那我們看一下手牌四張 四張的話我們有一費 然後有四費 如果我是先手的話 這個手牌是不考慮流的 有的人會說我有一費啊 而且是一費的強力神武 可是你要想的是一件事情 我們先手是缺對手一張牌的 那我們都是低費從者的情況下 對我雖然一費下這個二費可能一加一很舒服 但是我們手牌是很容易打乾的 所以我自己是不會這樣子去留的 而且雖然先手四費的花劍沒這麼強 但是皇家真的很吃花劍 所以我自己起手這樣子也不會留 除非我今天手牌是一二 然後可能什麼四六之類的 這種 費用比較高的 我可以每回合拍一張 而不會去一個回合要拍兩張的情況下 那這樣子我才會考慮去留 所以這四張我會去做一個調度 然後再重抽四張看一下 那這邊抽完的話 看起來是相對好很多了 我們二費有東西 然後真的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十二劍去結場 而且十二劍的話 我們也可以去堆到一個目的 也還算不錯 那一費空過 然後二費抽一 看一下 所以我們目前的二三費節奏 其實都有了 那三費如果我們直接拍 寶藏司機關的話 即使我們沒有抽到花劍 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去找到花劍 去做四費的花劍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節奏就還算很OK 然後五費的話 因為我們手上會有使徒 所以也可以做四加一 然後六費再去做一些其他想法 所以一個先手節奏 剛剛那樣手牌換掉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節奏 好那看完這個先手的手牌之後 我們一樣把牌洗一洗 來做一個後手的手牌整理 好那我們來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後手 後手我們四張 那基本上這起手看到這四張就直接抓 因為有1有2有3費準時花劍 然後我們後手還會多看一張 所以我們可以連續花劍 這樣的節奏就會變得非常非常舒服 那假設我們起手不是長這樣 好那我們這樣抽 4張 還是有花劍 那基本上 1費叮噹 然後2費叮噹進化 3費花劍 4費 做這個 使徒進化 基本上我們場面就打回來了 然後再利用這個寶藏可能在5費的時候去 把這個利奧尼達檢守上手就可以了 所以這套牌整體的曲線是非常非常平滑的 非常適合新手去做遊玩 然後也非常推薦皇家玩家來做使用 那以上的就是我自己這套牌的一個 構圖想法跟一個起手流幻 歡迎大家可以來參考看看 目前的話是沒有設實戰片段的 如果大家覺得需要有實戰片段去做教學的話 我到時候會再跟 一些我常去的店家討論看看說我可不可以 拍攝一些對戰影片來做使用 好的那麼這一次的牌組教學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我們下一支Shuttleverse Abel的影片再見啦 掰掰